你看咱们这个女嘉宾呢 她就对这个企业家比较感兴趣 我觉得现在不是老是提这个三十年 虽然我们一说就是一代而过这个三十年 但是你仔细想其实是一个足够观察 足够观察一个国家历史 一个社会一个发展式的 所以刚才就讲到三十年的时候 可能对我来说我对人物比较感兴趣 我就脑袋突然想起很多人来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什么 你们造职场的是吧 马胜利 是你们造职场 对我们实在庄的 所有我们实在庄 出人的马胜利 还有一个满负荷工作法 张星让 张星让 那她的厂就在我们家旁边 所以我就说这个专家 我觉得三十年已经足够一个阶段 来做一个观察 做一个总结了 比如我想起来什么傻子瓜子 年龙酒 不新生 不新生是干什么的 不新生是那个海盐蹭山总场 对对对 他是第一个集体企业里面 敢于开除员工 不新生是第一个敢开除员工 现在想着都好像微不足道 这些事情 但当时来说绝对是 那个时候你一个岗位是 我退休了 我可以 那个 铁饭碗 对铁饭碗 可以继承给我的小孩 可以接班的 你帮我开除了 等于你断我家跟来 拿着葡萄药去造反的 这个事 对对对对 反正是很不容易 我这个时候找回点那个记忆 对对 那个时候大家的 所以大家的观念 好像还是什么大锅饭 对对 像比较早的 像年光酒 这样 就说他是个文盲 我见他说 我说你帮我签个名 咱们讲的现在的酒 不都是那个永久的酒吗 他给我签名 年光酒 那个酒还是 五六七八九的酒 他会写五个字 叫年光酒同意 别的字都不会写 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人物 他为什么才会改革人物呢 就一件事 他说 工人工人啊 就七个人以下叫资本家 七个人以下呢 叫做这个合作 合作工 以上叫资本家了 七下八上 八个以上算资本家 所以你通知在七个以下 是吗 对啊 就是他公共了十几个人嘛 就是一个集会写五个字的文盲 在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个成为了资本家 但是这些人后来下落怎么样了 好像都不知道 年光酒好像还在做 我看有些人 他的嗓子挂子还有 还在做 还挺不容易的 你看你胡说他 我去乌胡去采访他 看到买点乌胡什么 乌胡特产 嗓子挂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 任何一个商品 成为一个地方土特产的 你现在还有什么 就是一个杂子挂子 现在还 还健庭呢 还在呢 老爷子天天还在洗澡 喜欢泡澡 喜欢泡澡 还有一些进了监狱了 一个风云人物还进了监狱 木齐忠 木齐忠 对了 余作明 余作明 是自杀了 像土石剑 现在在山上种果园 出狱了 土石剑 对 他在埃劳山上 但也有一些活到现在也不错 比如像浙江还有一个叫鲁冠球 鲁冠球 鲁冠球明年他就干四十年了 他是六九年就创业了 那四十年了还有一些像无人宝啊 鲁冠球啊 广东的美帝的和响剑啊 这些都快四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还有一波 就是说一九八四年很多企业家 像张瑞明 柳橙志啊 王石啊 这一波都是八四年的 这算是 这算最新一代了 第二代了 第二代了 对 再然后的话就是九一九二年的时候 有一批像现在冯仁啊 像像像像像 当年有批九二男训讲话以后 有一批官员下海 一批官员下海 像海南那边 是吧 到海南去淘金 淘金的 潘石屹就那时候发起来的 是吧 这三代他也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 呃 他们基本上都算是一代人 就是第一他们都是无产阶级 就出来说什么也没有 第二呢 他们都没有受过商业的训练 商业的一个 足够的训练 对 商业足够训练 他们都 其实还有第四代 就是互联网的一代 哦 哦 ig新贵 前面那代人有 其实他们有一个 共同堂的问题 就是说 他们一开始都是为了求生存 所以他们是那种短缺时代的一个产物 第二个呢 他们在产权上都是有问题的 嗯 有很多就是那个 余米红那个 新东方不也是好啊 那个产权啊 他那股份 分了好长时间 是吧 像柳川志啊 嗯 还有些很多出局的人 那个王雪吧 我记得 是不是叫王雪 王雪方正 对对对 那今天的产权就没问题了吗 互联网那一代应该是没有问题 一开始就写的很清楚了 对 哦 但是你比如说一开头 他们就有 就像有些人蛇蛇进去了 嗯 有些人好像还是成功的 对对吧 但是到他们那个时候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你就是说你活了下来你看到帮企业家都是帮我讲过一个玩笑就是都是帮老乌龟 老乌龟 对 下来我碰到鲁冠球他跟我讲说我很生气有人说我是忍者神龟 后来我跟他讲这是一本挺好的一个名词 是个好名词啊 怎么讲怎么理解呢 就是就是已经不断的不断的忍啊 就不断的能够妥协学中庸 人家打你能够一脚能够踩不死 都是这样 因为他的风风雨过来 而且最早他们好像呢就是受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 但是现在是到了什么呢 他一定要让他的儿子对 到美国去去留学去接班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一波企业家就是不用25年以上的企业家真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嗯 他的学历都很低 那个中国最早做企业的那一波人 基本上都是农民呃退役军人 嗯 考不上大学的监狱放出来的 你说这个 上场里买卖甲鱼的 基本上就是这一波人 我想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叫什么不走勋场美特斯邦的 我刚刚采访的来走 他就是破产了 不是就是一个成财 Brooke 不是 YOU